就等遊戲二吧 體育是下次下次 下次大概可以 不用那麼愁 畢竟李斯特城拿冠軍 開心而來 恭喜… 但要不要這麼誇張? 不明白了,你明白嗎 其實聯賽冠軍 不是一般難度那麼膠 是嗎?有多高 膠的定義來說,有六、七層膠 等於香港隊打歐洲的膠杯 但不知道甚麼可以打得到 又拿了冠軍,你說不就高吧 我聽你這樣說 有少許離地 我說了簡簡單的方法 讓你更明白 就像富泰雄那樣 無緣無故在演藝圈走紅 紅不只 還要跟宋慧喬傳出緋聞 現在是很厲害 即是離地有些… 宋慧喬真的… 因為我過日比較高 全自然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嗎? 下次吧… 下次大概可以 昨晚就有這樣的片段 真是深夜看見,被嚇得窄醒 不過片段的質素也是很差的 如果是李柏,平時也不要 但考慮到李斯特城的球員 在看到車路士逼和熱切之後 肯定拿聯賽冠軍 這些樣子千萬不要刪除 恭喜你 華典的家庭看來也很混亂 他們看完這場場,全都出現了 三位,你們好 你好 其實你們算是節目中的柱蛋 因為跟其他主持很熟 很熟,經常吃飯 當然經常吃飯 他們認識我 看跟男主持有多熟,好嗎 好 來吧 好,請問在我們節目中 誰最喜歡洛杉磯快艇 Brian Sajun 那裡有答案嗎 Brian 好,有哪位主持經常提醒他 但還沒上來 周圍豪 對 是嗎 想自己記住,誰打 Angelo,你旁聽得了 有一個經常說自己跟朋友很友善 我明白 你們這麼快嗎 男主持中哪個年紀最大 黃耀夫 甚麼?說那個男神 黃宗堯 我先的 甚麼是那個男神 那個男神 你說我嗎? 我不是很小而已 誰曾經去過澳洲星學 我 歐洲星學 等等… 何浩浩倫? 修益鎮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不像 他不像讀書 他又在讀書嗎 誰自稱大埔潮流交付 黃耀夫 不是,何浩倫 搞錯了 神經病 神經病 哪位中的報告最多 我 Dixon 黃益晨 Ian 說一說,看你人多久 Dixon才會掉 問完了,誰最多 我吧,我最多 我哪有兩題 我好像有七、八題 Angelo,你哪有兩題 只有六題 有兩題 任何兩題 算了 Angelo,你明白為甚麼 我們這次李斯特城捧杯 會這麼開心嗎 其實我不太知道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 對,所以不如富哥… 問我… 富哥,求求你告訴我們吧 其實如果我把他們的鐵花真用 去解釋給大家知道 大家明白的,我想這兩位有點困難 所以我會用一個比喻 例如我打籃球 我跟其中一個主持人 蘇伊晉打籃球 他射三分 我走過去,一名紅一格 打到他 大家覺得這條… 高度的小朋友 也可以做到這件事 大家就會覺得很厲害 好像坐強負躍的感覺 就是每次做弱勢的人 贏了強勢的人 變成的感覺就是很厲害 對 反而強勢的人 打贏了弱的人 就說扯你,你欺負小朋友 你不贏的又是假的 對,好像很期望 對 而且有時候做弱的人 我覺得面對比賽的心態 都會更好 好像覺得我盡了能力 如果贏了,就更加多 對嗎 贏不到也盡了力 對,輸的理所當然 不是,等於一個人工較低的 一個人工較高的 人工較低的那個 一射球射入人工較高的 手奴門那個 你覺得這個很划算 這個群真是划算 這樣讓你們想到 對嗎 你是這樣的?原來 你的人工很低 我是各有手套給人射入的 炒掉他… 甚麼事… 小丁,你為何擦臉 當然是 打完第三節後 沙比領先,引丁盡費14比11 落多四局 就拿走個世錦賽冠軍 給我啊,都流汗 你要抹一下臉 第四節頭的兩局 都是沙比贏的 即是領先度16比11 但小丁要贏 可能真的要等待奇跡的出現 但在這個時刻 大家感覺到嗎? 感覺到嗎? 大師兄歸位了 小丁連贏三局 追到14比16 當中第三局更加 是一Q打出103度 天平人這一刻 似乎又再談到小丁這一邊 李斯特城的奇跡 難道會出現在小丁身上 不過小丁都是人 一樣會有… YARLID 一張小小線的球桌 一個長距離的紅球 令小丁不可以打入他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將機會給了沙比 如果問小丁 他一定會說 下次… 下次大概可以打入的 當沙比打入這個 極有難度的紅球的時候 小丁也相信 冠軍一定要下次才有機會 沙比曾經在2014年贏過世錦賽 當時贏奧蘇利 也是贏18比14 難道這個比數真的特別旺他嗎? 這場比賽之後 Marco都稱讚小丁打了一場好球 已經盡力失目 但不是失敗 那倒是 看看這次世錦賽 小丁是第一次打入決賽的中國球手 這次世錦賽15次打出100度 比任何球手都要多 而小丁年中排名更加升上第九 還高於第十的火箭奧蘇利雲 雖然有些國家的價值觀 是要做人生的勝利組 這才是第一 但相信在大家心目中 這次小丁絕對是大家心目中的贏家 這次不行,就下次吧 你知李斯特成的沙比 跟家鄉球隊一樣 今晚成為冠軍 恭喜你 很漂亮 謝謝 三位,剛才提到男主持 你們真的很失敗 我已經很厲害了 是嗎 當然是看女主持 女主持應該比較熟悉 對… 100分 好,來了 在女主持裡有誰的名字 是碟字 車車 不,其實… 兩位都是,不用舉手 對… 在女主持裡,最高的是誰 Elena… 不是,我女賴姚 不是,我覺得是Elena 不是,我三位 有一個吳天麗… 其實根據我正確答案 是Angel 因為她是飛的 走 最誇張的女主持是誰 Angel… 應該是 最誇張 最誇張… 車車… 女賴姚… 我懂了 最誇張… 正確答案應該是女賴姚 很厲害 誰最顯得男主持高大威猛 我 黃妤榮 Angel和Kiki也可以 Kiki和Angel也可以 車車也可以 其實Angel,你比樓姆高高 Kace 對 誰在2007年獲得十大傑青 脆脆 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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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是脆脆,可以 誰比賽時,穿上小布 我 我覺得這個世界的人真的很過分 有時候你跟他說 有空出來喝杯東西,誠懇的 他們是客氣的 好,下次吧 下次,而且眼睛不是看著你 這些人真的受不了 其實你這些… 聽說真的節省一點 我給例子 例子,例如我踢這麼多年球 每季你完結後 可能要找球隊去課下季 他們會跟你說 你來試試吧… 你去試吧 試了一、兩個星期 他會說你有機會,但到了… 開季時,他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這麼貴 你也是下年,下年預約,下次… 你這樣說得很划算 對 你也試不少嗎 我沒有很多這些經驗 因為他會反過來,他會跟別人說 好,下次呢… 下次再說那些… 但我也有一點理解 剛才Dixon你說的東西 原來你這樣敷衍別人 不,因為我有時有很多想法 好像想起很多東西 我又… 就是這樣… 然後可能有人問我 就說了,下次吧 其實我是在客人回答的 下次… 然後我又忘記了 原來你就是那些… 甚麼時候喝東西… 下次吧 原來就是這樣的 真的… 其實說到下次… 你們有甚麼是下次 很想快點可以做到的嗎 想快點想做到的 一定是體操 因為很掛念 希望快點可以出去代表香港比賽 你多久沒試過玩體操 也有本意 現在先做兩件事,看看 到你了,永孝 至於我很想有下一次 五人足球場的比賽 因為香港始終沒有一個 正式的五人足球場的場地 我也很希望踏上那些膠板 有那種感覺 其實五人足球場 跟普通足球場有分別嗎 當然有分別,不是我不說了 我說了就不明白 說了就不明白,這個不知道做甚麼 糟了,你說完之後 我很不想說自己的下次 說吧 自己很膚淺吧 我想下次… 在上鏡的時候,自己看來瘦掉 但是這些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很容易瘦掉 你的臉上脫了 對,你跟我練習吧,快點 怎麼練習…